田姐 你别跑啊 你站住 你站住 你一张就败吧 你吃我 你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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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别跑 你妈 给我住 别跑 救救我爸 你跑呀 你 你 别跑 我不出 我不出 我气死你 你说第一次跟你爸见面就这个局面 也太尴尬了吧 小姐这人本来就奇怪 他们家里人也奇怪 所以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就不奇怪了 而且他那么彪悍 只有他欺负别人 没有别人欺负他的份 阿拉 你看他们两个 大晚上的孤男寡女 大晚上的怎么了 不是 这不是看书吗 不是 人家正常的工作 正常的脸 哪一点爱着你了 你就见不得你妹妹这么好吗 不是 爸 咱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您明明是说这 这 她们 行 行 我说什么了 你以为我可以跟你一起做谎何事 我会全都怀疑我自己的女儿 我来就是让你死个明白 老千居 你说我偏心帮晓晓 来 这是说 读 读 你读得明白吗你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是啊 好久不见啊 看上去挺狼狈的 怎么 看我笑了 你还不配吧 配不配我都看到了 而且心里特别痛快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就是再不看也总比你强吧 曲连洁啊 曲连洁 我 我 怎么会喜欢过你呢 看来老娘也有看走远的时候 真的是写瞎了 好好好 今天啊 就是我出门没看黄历 先碰到我那个妹妹 又碰到你 就倒背头 等等 怎么了 随意吧 亲爱的 我 谢谢你能那么体谅我 好 那刚好扯平了 魏国强也调查你家 而且调查应该很不细的 他怎么夸我的 我没有 我让他走了 我不想他给了我个DNA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 干得漂亮 我很想啊 好歹没先生 还给过你DNA 你说我妈给过你什么呀 这将来这婆媳关系 怎么处理啊 所以我说不结婚呀 大家都没有压力 主人啊 我是太爱你有主见了 但我也真的是担心你 太有主见了 你说这两个有主见的女人 凑在一块儿倒霉的 肯定是我吧 没办法 谁让我爱你呢 你嗓子都哑了 甜言蜜语就少说点吧 我呢 就好好地在这儿 保着菜种好 等你来了 给你煮青菜面吃 好不好 这才多大就主人一时了 人也长得好 父亲是高级工程师 母亲是大学教授 不 你说 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能不好吗 咱们家女儿 能找到她这样的 那真是受了高兴 你这话我不爱听 我们家肖肖条件也不差呀 怎么哪点配不上她呀 肖肖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跟人家家赵医生一比 那还真不算什么 咱们家女儿跟她在一起 大晚上的都在看书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都不敢相信 不是 你怎么知道 咱们家女儿在看书啊 还有 那个赵医生 怎么会送你回来呀 没有红疹和雨血 问题不大 这个医生 你年轻有为的 有女朋友了吗 有啊 等等 这还疼 真是可惜了 你看我又有朋友的孩子啊 这条件特别好 人长得漂亮 学历也高 我真想给你介绍 不用 谢谢 这样疼吗 不疼 疼 也有点疼啊 詹医生 你是本地人吗 您问的这些问题 和您的病情都没有关系 还有 您这胳膊呢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您要是实在觉得难受呢 可以去拍个片子看一下 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那个 以后你有空啊 都跟赵医生一块儿啊 你怎么知道赵医生 还证明殷勤 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好好喝汤啊 把这些都喝完 听话啊 好好工作 好 妈走了 妈 肯定有问题 等很久了吗 没事 我车到那边咱走吧 能动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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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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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事儿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哄 你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 咱们就去医院 你别在这儿哭泣 走 去医院吧 来 看你这儿人 放开他 放开他 你是谁 你能干什么 你给我放开他 不 你离我们远点 我警告你 你看啊 这现在人来人往的 别害怕 你不能走 这怎么哭成那样了 你刚才干什么了 你是不是打他了 你刚才 你离我远点啊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报警了 你现在给我老实一点 甲织熊掌 你织皮霜 只能说你跟殷勤不合适 但是你这么可爱 这么懂事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 姐对你有信心 我真的好想他呀 怎么办 干吗 我有问题问你 什么问题 恋爱问题 之前他也不要你了 你怎么把他给追回来的 现在殷勤不要我了 你得教教我 怎么把殷勤追回来 让别让了 让别让了 是 是因为你的原因 殷勤叫不要我的 所以你得想办法 我得追上殷勤 你知道吗 甲织 人家要去做小丘尹的 麻辣情依据了 待会儿我说的每一句话 也都要堵上耳朵 不许听 殷勤 再见 殷勤那么木 你又那么呆 你直接把他灌醉 骗进房间反锁 然后第二天早上 光着身子 哭着喊着让他扶索 可是他现在在见我 跟见到鬼似的 我根本约不出来他 我怎么才能把他约出来 你死不死 我说什么你都信呢 你有没有点 独立思考的能力呀 追求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耐心 你现在不能离殷勤太近了 应该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能你看见他 不能让他看见你 就好比方说微博吧 你现在马上给他取消关注 然后换成偷偷关注 如果你实在是太想他了 你可以去他家找他 但是记住 不能敲门 只能远远地看着 不能露面 不能喊 懂了吗 你要是打草惊蛇的话 我也没有招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 前功尽弃吗 嗯 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么全听我的 要么一句不要听 你要是怀疑我的话 现在就滚蛋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拖那么久 才第一次跟我见面了 我真的是想多了好吗 那一次我真的是出差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查机票的信息给你看呢 我之所以这么叫邱莹莹啊 是因为她是个糊涂蛋 压着压着她就忘了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你说奇怪了 一个没意思透了 另一个也没意思透了 这两个人 怎么撞到一起的呀 连话都没法说 真的是还好分手了 这俩人啊 还有做活人的机会 默契的一对 不是凑到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 而是即使一天一个字也不说 也不会无聊尴尬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两个人背对背 看一整天的书吗 不不不 我们俩不一样 我们俩是低级趣味的一对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我 这是我那天 我在我朋友的包里 发现了一个钱包 我给您送过来了 谢谢 谢谢 前年的事情 我误会您了 我想跟您道不歉 没事 那个 我刚才看到你们唱歌了 歌词很好 真的特别好听 先生 这个是 你不介绍的 没介绍啊 那我就先走了 是啊 你说你这钱包 带人小姑娘暴力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走吧